新年快樂 準備一個電餐 推出パターン 選擇 Lan Andreas People 的第一家線下店舖的開業活動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辰 大家好 很開心 今天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后呢站在这里 那因为我知道这一身后的这个品牌 他的主理人他的老板呢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从2015年开始呢 他就想要打造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 有品质的原创的好的设计师的服装品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联名 出了很多的一些周边产品 那Dangerous People呢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 用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呢 把这个世界和平的理念散播到了更多的地方 现场有买过Dangerous People的朋友们 来点尖叫吧 因为前段日子我也看到了热搜 是不是 所以之前的这个店铺排队排了好几圈 那大家其实呢 走到店铺里面应该都已经看到 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受刑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的 酒光百货的门口 有这样的一个加油站的pop up 然后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打卡 来了解Dangerous People这个品牌的概念 好了 那我话不多说 因为大家今天呢 很期待的就是Dangerous People的主理人 来到现场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的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些敬意的理念 所以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胜手 拿出你们的热情 让我们欢迎 薛 清 清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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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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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跟前场所有的媒体 我们还要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逛街的朋友们大家好 晚上好 晚上好 没想到我们今天这个台子是搭的如此的低 哈喽 你看台子都搭高一点 然后后面的人可以看到 对不对 我们因为这是一个下沉式的广场 你看那边 哦 下沉式的广场是吧 对对对 下沉蛮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跳的主持 比如这种的 那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吗 后面呢 嗨 有有有有 今天其实大家在这边等了很久 这天亮就等到天黑 是因为中间大概这个整个间隔 也就是20分钟左右 蛮好的 谢谢大家 那今天很开心 是因为Dangerous People第一家的趁下店铺 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个 这个算是市营业 所以今天是盛大的开幕活动 没错没错 对 因为徐智山其实做这个品牌 从2015年到现在花了很多心血 非常非常 从一家小小淘宝店走到今天 没错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是跟你一样的 对对对对 怎么就跟我一样了呢 那么说呢 其实今天是我们Dangerous People第一次落地 第一次落地的实体店 那其实这个品牌 已经经历了四年时间了 是是是 我隐约记得在我刚刚成立这个潮牌品牌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亏钱的 在不停地亏钱 亏钱 是一路坚持下来 后来慢慢地我们在后面的理念上 在品牌上 然后在面料上 在我们的设计上 一直不停地抓不停抓 后来慢慢才做回来有今天的成绩 是 那其实在网上呢 销量一直是不错的 可是呢 应该很 我会亏钱啊 对一开始嘛 做生意一开始 刚刚投进去的钱就亏掉 又投又亏掉 后来才补回来 才做回来一个成绩 那其实这个品牌 已经已经历史四年了 对吧 刚刚说到哪里 你刚刚说到就是我们现在线上卖得很好 是是是没错了 那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呢 很少有品牌会愿意再去落地 对 其实在网上卖得好的一些炒牌 但是我现在今天呢 还是坚定地做了这件事情 跟九光合作 那这次就是开在九光的楼上 也是我们的第一家的门店 没错 我觉得还是要以一个非常专注和专业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的实体店 所以呢 这次是我们的Dingest People第一次落地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品牌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相信其实 学生刚才说的这些呢 是很多品牌最近都一直在思索 或者说是很难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确实线下店铺越来越难经营 而且大家肯定知道 开一家线下店铺 其实它的人力 它的物力 物力 非常大的 所以 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线下店的第一步 那大家肯定想要知道 接下来 因为其实除了上海的朋友 还有很多来自可能全国各地的朋友 或者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都很期待Dingest People 能够开到它的城市 最近直播上瘾是吧 啊 是有直播的呀 好 对对对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计划的一个 当然 我如果实体店 Dingest People 落地的话 只开一家的话 那我是真的有毛病了 对 那肯定要开两家的 但是不止两家 我希望能在尽快的时间里面 近两三年之内 我希望是能可以全国落地 希望能开到周边 包括很多的中国所有的城市 我都会去落地 尽量的去开 那其实呢 我最近在上上签这一块上呢 怎么又来到上上签了呢 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希望呢 就是我觉得 其实虽然我不年轻了 对 可是我在做这个品牌 合作张上签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人 我觉得年轻人要不怕危险 什么叫Dingest People Dingest People 是一个理念 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一面 只是你敢不敢去闯 敢不敢去实施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的理念 就会尽快的全国落地 我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品牌 给大家见面 哎呀说得太好 而且就是刚才薛老板 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下 自己的产业有多多 没有 其实这个上上签 我马上也要全国开饭店 对于这个投资 对于这个生意的这一块 或者对于说 自己演艺生涯之外的这些兴趣爱好 把它做成了一个长久的产业 有没有什么心得 可以跟媒体朋友们 跟我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分享 其实我觉得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坚持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做一件事情 做的做的做一半 觉得差不多没希望了 或者怎么样 他就放弃了 我觉得坚持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前提是你要控制住 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的品质 你不管是做火锅也好 你不管是做服装也好 不管是做直播也好 你把品质要调到 让大家去相信去信任 然后那同时你就要坚持 我觉得他就会有回报 是那说到这个品质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衣服的本身了 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听说薛老板呢 对于每一件衣服啊 他都是精益求精 从面料到工艺啊 到所有的这些啊 他都我们这边也打个招呼吧 好好好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对一直看到我们的背啊 来来来 你们的朋友啊 来来来 来来 这件衣服应该我的记忆中没错 给你的应该是 A2号大号嘛 对 那我怎么会穿的 你这玩意像童装一样呢 这是我人生第一件 Dangerous People 哦真的吗 哎呦你平时都是不穿我的衣服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没有 就第一件免费的 第一件免费的 哎呀平心我有让 但是说实话 我之前是真的是有自己买过的 我买回来研究一下版型 但是我真的是说实话 这件刚才他拿过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穿不下 我穿不下 我这有点放 哎呀整个的版型 真的你们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是吗 对 怎么说呢 就是有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卫衣啊 他的版啊 就是比较的窄一点 但是呢 今天我穿了这个Dangerous People 这件衣服他比较的宽一些 而且他的肩是有点落肩的感觉 所以就是女生穿都喜欢穿oversize大一些嘛 对吧 而且呢以这个专业做服装的角度 我觉得就看面料的内力 还可以 哦要跟他好介绍一下 所以大家看不到 他是这个绒面的 所以大家看不到就不用介绍了 但是很舒服 穿在里面 就是有一种你可以擦拨穿的感觉 哈哈哈 擦拨好不好 其实 你是不是擦拨穿的 没有没有 我这里面穿衣服的 对啊 其实呢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这些 我们的设计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面料 都是我们会自己独家去开发 赶紧跟大家说一下 包括我们的染啊 还有染色 染色之间呢 我们也会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品牌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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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在去经营的 面料都是定制定染的 对定制定染的 对吧 不像有一种品牌 它都是买现货面料 诶请说 请问大概是什么品牌 我们就不是这样 哈哈哈 我们是直接贴牌的 哈哈哈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看到 除了里面的这件卫衣 因为卫衣都是 我觉得是算 算是你们的一个爆款吧 是 而且其实我 我一直有关注你们的一些这个 产品线 有出一些也比较偏设计啊 比如说像这种外套啊 他用的面料啊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外套用的面料就是 其实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你们大家看到在晚上的时候 他会比较有一点亮亮的 嗯 对不对 很好看对 大概就这样子 哈哈哈 好啦 反正就是 之前在线上买的 就是 可能只能看照片 嗯 看看去一些很帅的上身图 看看细节图 嗯 但是现在 可以来线下店 好好摸一摸 感受一下 是的没错了 希望大家有空去去逛一逛好不好 诶 好那当然今天呢 既然我们这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福利给大家好不好 嗯 什么 我们有一个粉丝上台互动的环节 好 我们这样 我们先请三位 在这四年当中 Dangerous People的 VVIP用户 哦 VVIP用户 从第一件衣服开始支持你 到今天的 那就了不起了 有很多人 那很多人真的买的超多的 我跟你讲 真的 买的我自己都吓一跳 哎呦真的是 像进货批发商 来我们有请这三位啊 来来来 哪里还有 嗨 嗨嗨嗨 你好你好你好 新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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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哎这什么感觉是一家人 都穿的Dangerous People 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先啊 你们应该都是脱吧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来 你好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 我叫我一个 你好你好 嗯 那个 买Dangerous People多久了 从一五年开始 一五年刚创立 整整四年的时间 整整四年 平均每年的消费大概在多久 这也要问吗 那当然啊 VVIP啊 其实不用问了啦 很多啊 很多很多啊 就是 有钱 太任性了 中间这一位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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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他刚介绍过了 啊 那是 你是不是刚刚开小差了 有点恍神 所以你也是从一五年就开始买的吗 最喜欢Dangerous People的什么产品 身上这件 新的永远是最喜欢的 哎呀 你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所以每季在出场的时候 你都会去看价 去买 对啊 楼上其他店逛过了吗 还没有 过来的 常过来 待会可以去逛一逛 杭州过来的 来 这位 哎我发我发微博才刚刚两个小时 你说能从杭州赶过来 哇我是故意发的比较晚 你知道吗 哦是吗 我是故意发的比较晚 你是不到微博才来的吗 哇那你很厉害哦 辛苦你了 还幸好是其实也不是刻意来的 就顺便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神仙姐姐 我是神仙姐姐 我来的荷兰正馆 你也不会去看到今天的微博再来的吧 荷兰过来两个小时应该来不及啊 哈哈哈哈 你你你你竟然知道我今天要开张 厉害了厉害了 厉害了 你给你添麻烦了 他之前在隔壁金恩斯求了以前说 哦 今天就是上上千好日子 哪有 对 那这样 既然三位都是Danger and Seephole的忠实用户 那我接下来有三个问题 答对的就有精美奖品 厉害了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加油站整个让你搬回去好不好 诶 答错的 我们淘宝店铺直接拉黑以后 没办法再买 哈哈哈哈 好这三个问题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就从这一位河南来的朋友先开始嘛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 Dangerous People 是哪一年成立 二零一年 几月几号 十月十三号 哦他真的知道耶 十月十三号如果知道是不容易的 刚刚开始那个 哦那可以 因为连我自己都快忘记了 哈哈哈哈 前两天我不是这么发微博嘛 然后他说 诶老板我们今天是那个四周宁 然后 哦是吗 然后我自己忘了 我再去编辑再改的 对大家再记住一下啊 2015年的十月十三号 特别的一天 对于品牌来说很重要 是的是的 好来中间的这一位 我们来问你的问题是 Dangerous People的品牌logo形象 是什么 纸带的 对吗老板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吗 哎我怕你也不忘记了呀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这个问题真的好无聊啊 来来来来最后一个问题啊 Dangerous People的宠物小模特叫什么 爸爸 哎你们这个都知道哦 嗯 爸爸现在还在我的公司里面呢 作为一位员工 哦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送分题 主要是为了能够感谢他们 这么多年来支持你的品牌 当然除了这三位代表之外 我觉得现场包括我们 还有很多朋友们 真的都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在支持这个品牌的理念 好吧 好吧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 纪念品拿上台来 有薛老板亲自送给三位 好的好的 希望三位可以好好地支持下去 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来来跟大家 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吧 这个不是一般的礼品来的 为什么呢 哎呀首先感谢你们哦 对我们这个店的支持 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 我觉得做的很不错的小朋友 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发售了吗 问题是这个是不卖的 哎呀 不卖的才是很贵的 这个很可爱 这个很可爱 这个是自己特别喜欢的 谁带人的玩偶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保存 好不好 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就擦擦鼻涕啊 哎呀好不好 好好保存啊 可以抱着睡觉太好了 是是是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我卖的都是一份心意 另外还有一些奖品 我们拿回家 好好地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怎样现在拿不出来 拿不出手看就 好了好了 拍个照拍个照来 来来来我们就一起好不好 以前你要不要一起来拍 好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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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啊 那我们就走到 你来进入大概差不多那一头 对对我们走到外摊那里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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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来来来 去郑州开店开演唱会 好吧 辛苦了 辛苦了 哇 好谢谢 那接下来还有三位 接下来三位呢 其实是一路在音乐上 对于你支持的朋友 怎样 对就是这个粉丝 那音乐 其实今天出道 应该算是蛮久了 音乐上面是怎么支持我的 买我的唱片之类的 一买好几张 那不然哪 对啊 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 大家可能认识 随身是个音乐人 然后现在市面越来越多 所以 只要你在做的产业 他们都会支持 好吧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三位 好的好的 自身的这个乐迷 自身好了 好吧来来来来 欢迎三位 来来 请三位上台 谢谢 哎呀 身上这件应该是爆款吧 对对对 烫金版本的世界和平 谢谢谢谢 来来来 你们好 来 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好 呃 大家好 我叫范海戴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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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辛苦你们辛苦你们 就在楼上上班的 看好就下来了 那是蛮方便的哈 来来来 聊一下你们大概一年 在这个 Dangered People店里 买多少东西 欸不对啊 你刚刚说他们应该听我音乐的 不是 不是买东西的 听音乐也要买东西 因为这些毕竟是这个品牌的 印来是吧 蛮好的啊 对大概大概会买多少衣服 就还好吧 四五件 一年四五件 算真的 一年四五件 算真的 一年四五件也是蛮少的 一年四五件也是蛮少的 一年四五件蛮好的 一年四五件蛮好的 脸脸跟大家说一下 他可能说是每次上新买四五件吧 是每次上新买四五件吧 还是每年四五件 每年四五件 一年四五件 一年四五件可能就要下去了 哈哈哈 没礼貌了 开玩笑 对 每年吧 理智一点 我容易智一点 差不多 上新的时候 好好好 来 你大概每次看到就是他们店铺上新 会因为什么买 对 这个很重要 好看 哦 你先会因为好看的而买 人好看还是衣服好看 都好看 嗯 可能是看上我们店上那个模特了 店里面那个模特了 谢谢 店不是都是你吗 不我还有其他人在拍照 不只是我一个人 哦 我只是打第一行拍 后面还有外模啊 还有内模啊 都有 哦 对内模在哪里 内模 哦是吗 谢谢你啊 你们不要把路堵住 那边走路哈 谢谢 对对对对 那你这个意思他外模内模前白花了是吧 对对对对 来 谢谢 太好了 身上这一件是什么时候卖的 嗯 是上一次上次 上一次 国庆的时候 看上去都已经有点乞求了 应该是 喂 我刚想问这件衣服洗了几次 哦是感觉他一拉都是线的 要不要看一看 对这件衣服洗了几次 一次 才洗了一次 哦也是平时不愿意洗 但是其实我做服装嘛 我很清楚 它这个工艺呢 烫薄 而且它这个薄应该是比较厚板的 是是所以是很难做的 对 一般来说洗一次就废掉了 这个洗完之后完全像没有洗过一样 是不是洗完以后没事 完全 我问你这件衣服洗过几次 买回来洗过一次 买回来洗过一次 也洗过一次 让我试一下 来 差不多是一次的味道 啊 怎么洗很重要 好了 那我们这个三位朋友们一定有三个问题 嗯 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 好 你来回答是吧 Dangerous People的英文全称 请把它拼出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能不能拼出来 我拼得出来 我肯定容易拼的出来 但如果听出来 fairly little 尴尬 Dangerous People的英文馬上 我拼得出来,有点紧张 都已经这样了,还听不出来,会不会太过分了 再来一遍,DANGEROUS DANGEROUS,TOPLE,我不看了 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摆内脏 我没有啊,我紧张,看看你比较紧张 看一下,厉害了 DANGEROUS PEOPLE 来,第二个问题,DANGEROUS PEOPLE LOGO的主色调是什么? 黄色 对吗? LOGO的主色调吗? 请问,对吗? 哦,对对对 可以问你有深度的问题吗? 来,第三个问题,好无聊啊 最近,薛老板发售了,不是发售了 发行了一首新歌,专门写给我的 叫什么名字? 你说你是不是写给我的? 这个歌很悲情啊 沉嘛,不是 是是是 都有听吗? 等一下,都会唱吗? 我们要不要大合唱一下 我告诉你,我的歌迷最大的本事就是 会不会唱?会 然后,话头举过句话,没有一个会唱的 我让你感受一下 相信我 我也想感受一下这种尴尬,好不好 来,3,2,1 看来你是了解他们的 你得先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唱的是哪里 你起一个头 各位,刚刚发行的新歌,陈的副歌,好不好? 来,来 陈的副歌就是高潮部分 高潮 3,2,1,走 好的,谢谢各位 我知道了,你们肯定都是路过的 太棒了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不用了 我在演唱,我想给他们无数次机会了 到他们唱的环节,他们都是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们会唱吗? 逆唱 逆唱 好了,这个环节要命了 逆唱 好了,刚看了今天 新歌有没有听过? 陈 有有有有有 那你现在新发的六首里面,哪一首你最喜欢? 陈 陈最喜欢 那你是陈的副歌,好吧 一句就好 好吧 你这个再唱不出来 我跟你讲,身上的烫金整个扒掉 这个整段垮掉啊 好,再有 用你最大的丹田之气,好不好 把九光阵列 可以 行吗?可以吗? 你可以拿话筒说话吗? 我可以换校场吗? 可以校场 校场副歌来,三二一走 我最以为是的在原唱 还可以哦 从我脸上画了花极的妆 整个力气叫我奔跑 多人的方式叫做实际舞蹈 好,谢谢 你一个女生能把这首歌唱的这么低 也是佩服你的 谢谢你 好,来麻烦第二位 请你拿起话筒 这又是一个考验的题目,好不好 六首歌里面最喜欢哪一首? 这么久没见 这么久没见 这么久没见的副歌 来,三二一准备 这个时候你们唱了 我让你们唱了 我让你们唱的时候永远不唱 我不让你们唱 你们永远唱对不对 不要抢饭 来,三二一走 我们这么久没见 太棒了姑娘 你唱的比他还要低 厉害厉害厉害的 恭喜你哈 以后千万不要进入演艺圈 好 姑娘你了到你了 一看你就是一个高音 开玩笑鼻子这么尖 对不对 好,我就告诉你 六首新歌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都挺喜欢的 都挺喜欢的对吧 那你唱一首相对来说好一点 给他们一个正视力 告诉他们什么叫高音 好不好 告诉前两回 行不行 随便挑一首 这样,你唱一句他唱一句 我唱一句他唱一句是吧 那我来唱什么呢 我先这样 你这首歌最喜欢哪一首? 这样好吧 我唱你接 来 我们都变成慕偶然 你何苦在做一个事情 人表忠真 后面 我们是细数后者 人家唱 人家唱 可不可以安静一点 真的是我的 好了,谢谢你 把你弄得那么尴尬 不好意思 对不出词 我的同学们真的 永远跟我唱反调的 我让他们唱不唱 我不让他们唱 永远再唱 一会我走了以后 你们就麻烦唱到明天在这边 好吧 谢谢你们 来,这样 我们三位也准备了礼物送给他们 好的好的 一样的产品 谢谢 不发售的这个 纸带人的玩偶 辛苦你们 辛苦你们 这个娃娃我真的很喜欢 要好好保存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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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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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大吉 灿烂灿烂 谢谢 不,这个花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红色的 像真的就积极向上 对不对 红红火火 对不对 来,祝福的话 是蛮难缘回来的 好长一段祝福是吧 是吧,那就不要说了 没有,他还编辑了一个 编辑编辑,来来来来 自己带稿子是吧 有话筒 有话筒 你想要话筒吗 好尴尬的 把话筒拿到近一点就好了 如果能够站在 零这段旅程的即时线上 回忆这些年 一是慢慢站稳脚步 二是 二是 姑娘 你可以大大方方那边看边说 不用偷瞄 二是缓缓的向前进 三是小心的加快步伐 四是开始结果刚跑 五是现在 脱脱不破享受生活 他们说越危险越美丽呢 也是你好不犹豫的一次 投身到一场场毒汗的冒险里 别动别动 让你重复的努力 灌开着每一次的帐篷 从抱着几下的白衣少年 到现在 不替流年纷扰的成为你的一己 你用一针的线 缓制着自己的岁月 把分开秒秒到长期针角 感谢你的坚持 看来的从容 感谢你的热证 看来的梦想成真 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大胆地往前走吧 亲友们永远在你身后 路一直为你延伸 通往远方 等待你 你达你的下一个刻度 最后祝DSP四周年生日快乐 开业大集 谢谢你 哇真的是 你的声音少到已经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好 还好我凑过来看了他 对不对 感谢你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哇写得很棒 来一起拍个照 这边提一句 你身上这件衣服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来来来 来来拍照拍照 要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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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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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一起喊一遍吧 好不好 一二三 我知道了主要是调的问题 有调他们不行 没调是ok的 对 你听到的是他们浓浓的醋意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谢谢谢谢 好这个人就是没有礼物的对不对 哎 有礼物啊 是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有吗 太棒了 你说送他什么 等日再给他 我这样吧 这个交易线今天拆完以后你就背回去 谢谢你 你这样他马上联系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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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哪位工作人员帮我收一下我的菊花 谢谢 好的 那今天当然这个重要的日子 店铺开业 我们一定要有很喜庆的开业的仪式 对吧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环节 没错了 那我们要来共同见证Dangerous People落户 九光百货 没错 我们第一家实体店铺 我们要有请 九光百货营业顾经理张云先生 DSP品牌代表张帆先生 与徐之谦 一起来共同开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来我们有一个剪彩的仪式 把我们的彩蛋拿上来 好好好 好 好吧我们全场朋友们一起来倒数啊 我们从五开始数好不好 好 好 准备好 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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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二 第二 四 六 你们都可以去那边逛一逛 也期待Dangerous People的未来 有更多的线下店铺 更大的店铺能够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来 辛苦了 辛苦了 最后还有什么话 想对现场的朋友们说 是啦 那其实呢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个不是我们的实体店 这个其实我们搭出来 今天的一个加油站的一个 这个有几天 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几天 这个我们大概有几天呢 一周 一周 我们有一周的时间 就是那他的寓意也是告诉大家 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 就是加油好好加油 好好去往前冲 对不对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希望大家有空呢 就是来逛我店 那也就对了 谢谢大家 好啦 是不是结束太多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 其实今天大家来呢 当然有很多都是你的 这个消费者 有很多你的粉丝 音乐上面 接下来的一些计划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是的 呃非常 呃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 那下一首歌呢 我还没有做好 是的 因为加油 多多点时间 因为现在其实做音乐 真的有 有一点点难度 一点难度 因为很多词曲都已经被别人写完了 我也尽量给大家一些新鲜感 和一些 能听上去更好听的 保证质量的作品 那我希望下一首歌也尽快跟大家见面 好 我尽量今年年底之前 把整张专辑都会发完的 好不好 好 好 辛苦大家了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薛师兄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的参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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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 我们预祝DSP的线下第家门店能够开业大集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媒体到场的每一位朋友 谢谢你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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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都重要 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伤 我才不用把别人寻找 以为我已经找到 三二一